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Michelle 她利用水墨创作艺术 衬托出许多童话故事的情节画面 在一般人看来 画中的情境似乎具有争议性 这是Michelle运用现代绘画手法 表达故事想象空间 也就是现实与幻想的二度空间 透过她的画笔尽情地宣泄出来 今天的Michelle带来她的最新系列作品 卡片和磁铁的设计 融入了绘画的运用 现在我们就请Michelle为我们介绍 这些别出新材的设计作品 Hello Michelle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 今天带来了这么多的你的这个作品 非常非常的可爱 有这个Magnon还有这个卡片 还有你的摄影作品 我想知道就是说 你最新系列的作品是什么风格的 我现在做的都是用比较可爱的手法 去表达一些我对我自己的人生 有一些的问题 现在我做的作品都是用比较可爱的方式 比方说这一张 你看很多人看就会觉得 哦那个是小孩 是 这一张的作品其实就是在一句说话 出于乌女不染 然后我自己想象的就是跟纪律有关系的 哦是这样 那么深刻的题材 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画面 好可爱的画面 好像很单纯 底下是荷花 然后这样一个小 感觉是一个小孩 我们感觉 嗯 其实你这样讲小孩 我觉得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画的时候 特别它就是黑色 我不知道它是男的 是女的 是成人还是小孩 那你看得像是小孩 有一些人可能 看着觉得是黑人也不一定 所以每一张画 它画成了 然后你给别人看 它就会有自己的生命 那你也不可以在那个时候改变它 嗯 但实际上你在创作的时候 是想表达一个很深刻的 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嗯 妓女的问题 很多的作品 我都是想要表达 比较深刻的题目 可是用比较可爱的方式去表达 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 嗯 那你这个创作过程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当然可以 其实这 这可爱的系列 就是从这两张画的开始 嗯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 对童话故事有兴趣 就这一张是第一张 你就看见有一个 美人鱼在这 嗯 那一张就是 一个小孩 那就是说小孩子 他自己有很可爱 也有很邪恶的一面 嗯 那这两张画 画好以后非常受欢迎 嗯 所以这种可爱的方 方 风格就一直都画下来了 OK 那就是那一幅 你是说是一个美人鱼 是来自于就是 我们小时候 很多孩子都看过的 这个美人鱼的故事吗 对 就是那个故事 其实美人鱼里面讲的很多 就是为什么那个美人鱼 他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 爱那个王子 那王子背叛了他 其实是讲很多人生 很深刻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个美人鱼 他的海是黑色的 嗯 可是很多小孩子 看进去觉得 哦 美人鱼好可爱 他们也不会想 故事里面深刻的事情 有一些人会想到 有一些人不会想到 我的作品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把海这个 能画成黑色的 其实海 我们 我们的生活 接触到海的是比较少 有点像童话故事 小时候我们都常常读 里面有很多的意义 可是现在我们长大了 我们都不会想 也不会去读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生活 我们这个人生 很多比较困难 比较深刻的问题 我们都不会去想 然后就把它压到后面 都是黑黑的 OK 那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把你的绘画 运用在这个 Magnum 或者是这个卡片上 我们有一些 我现场也带来了 一些Greeting card 比如说这一幅 还有这一个 全都是运用在这个 这个卡片上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都会想要美术馆 艺术品 都会觉得很可怕 东西都卖得很贵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不懂 可是你要说 一般人说要去逛街 大概大家都不会觉得害怕 所以如果我把我的艺术品 跟逛街 跟大家的生活 都勾在一起的话 就有多很多人 可以欣赏到 可以接触到我的作品 所以把他们 把我的作品印刷成 大家都不会觉得 可怕的一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对 就等于让你的这个作品 更加亲民一些 平民化一些 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 那就是你的这个 现在还最近的 创作的作品当中 也有一些 是用这个油画来画的 是吗 对 之前的刚才我们的那几幅 你介绍的包括这几幅 都是用这个ink画的 ink on paper 那这两幅 为什么想到 就是用油画去创作它呢 其实我是从今年开始 才再开始用 油画去创作 以前都是用ink 那我觉得 其实每一个艺术家 他的风格都在不断地变 几年前我的画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几年之后可能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所以说可能两年以后 你再看我 我的作品又不一样 现在你看都是颜色很多 很丰富的 是这样 而从颜色上来看的话 更可爱 更可爱一些了 这种都是很pink的颜色 然后那里有个小蘑菇 然后这感觉是一个 很可爱的女孩 就是很渴望做新娘 是这种表达的 这种情境吗 其实你说 有的时候 因为我想要我的作品 比较亲民一些 有的时候 我也要去迎合 大家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 比方说卡片 他们要送结婚的卡片 所以你看我的作品 也有蛮多的 是画结婚的 总之我觉得 你的作品就是说 尽可能的 就是说给大家 尽可能大的一种 想象的空间 是这样 所以我是很希望 舞画的时候 是一种想法 大家看的时候 是另一种想法 那我的作品就会 有很强的生命力 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生命 好 我们知道 你除了这个绘画之外 你还非常的喜欢 这个摄影是吗 而且跑过很多地方 现场您也给我们 带来了一些摄影作品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 我可以讲一讲 比方式这一张 就是在我们温哥华的UBC 有一个日本的公园 这样的Toby Garden 那很多人就会问 那一张照片是怎么照的 是不是在电脑加工过 有合成过 对 我们觉得这个水 其实不是 其实都是很简单 都是用长时间的曝光而已 那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起来的地方 做了小小的摄影的技术 技巧以后 就看起来就完全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世界了 那你平时比较着重于 这个喜欢拍摄自然风光 主要选材是在这方面 什么 你的摄影作品 其实我做很多是 自然风光的摄影 因为做自然风光的摄影的时候 我有很多时间 跟自己在相处 而且我留意的地方 都要留意那个地方 最漂亮的特点 所以那是对我自己的修 修软是很好的 比方说拍这一张烟火 我就要早几个小时去到 然后去观察四周的环境 然后那心情呢 都是会很不一样 那就是还有两幅 你是比较写实的作品 是在地铁里面拍的是吗 对 这两张 是在英国的伦敦里面拍的 那这个系列呢 地下铁就是想讲 主要是城市里面的人 他们很疏离 可是在地下铁呢 那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 他们都是很近 可是他们都是不会互相的互动 就讲一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虽然physically是很近 但实际上心理的距离 是非常遥远的 现代人 对 其实你可以看一看 这一幅照片 他们都是 大家在做自己的事情 都没有跟大家谈话 或者是一起做什么东西的 所以像Michelle 你从事这种职业呢 就是要就有 特别敏锐的观察力 在生活当中 对美的事物也好 还有对这些 就是比较独特不一样的事物 是这样吗 对 就是说 对生活比较想一些 比较多 比较多的问题 然后从艺术你的作品里面 去表达出来 就是这样 好 我们非常感谢Michelle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就好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